各位乡亲父老 你们的玉米应该就在前面了 都进来搬走吧 京居士 你带村民们把玉米棒子拿回村子里 不用跟着我 知道了道长 一会我就安排他们下山 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无量天尊 此地灵气浓郁 我准备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 这样啊 那道长你吃什么呀 这里什么都没有 有了 这次你帮了我们村这么大忙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我就让村民们轮流给你送饭吧 也不耽误道长修行 你看如何 那就麻烦居士了 看你说的 不麻烦 不麻烦 我先去搬玉米了 道长再见 猪啊 你还挺会挑地方的 这里居然还有一条小河 灵气是越来越浓郁了 道长 你也别找我猪啊什么的 我虽然是一头猪 还好大爷修炼有成 我有名字的 我叫猪老大 你这猪妖还挺有意思的 不过你现在可不是老大 我才是老大 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以后你就叫猪大肠怎么样 太难听了 我抗一 你居然还抗议 不过抗议无效 这样吧 猪大肠算是小名吧 大名猪丰奥 如何 猪丰奥 不错 不错 这个名字好 以后我就叫这个了 好的大肠 你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洞穴的吗 行 这个我得想想 已经好多年了 我想起来了 大概八十年前吧 我那时候还是一头小叶猪 有一次忽然低震了 于是荒布折路之下 乱乱地跑了进来 一进来我就觉得 这里的空气很好 感觉很舒服 于是就四处闲光 看到洞里面有一些野果 于是就把野果都给吃了 吃完之后肚子疼得厉害 都疼晕了 后来慢慢地就觉得 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 力气也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里肯定不同寻常 于是就在这里待着 这一待就是几十年 有时候我也偷偷地溜下山 看成民们干活 感觉他们的玉米 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有一次我见到 两个人半夜 在玉米地里打架 玉米掉在地下 于是我就偷偷地剪了一根 回来尝了尝 回头好急了 于是我就趁着大家夜里睡着了 把玉米给偷了回来 后来就被你找到了 哎 可怜我祖风奥 一世英明 就这样被你去了 你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摆烂 这年头猪都会摆烂了 行 你摆烂吧 频道要修炼了 别打扰我 对了 你去看一下他们把玉米搬走了没有 顺便保护村民们下山 你偷了村民们这么多玉米 这是你的因果 也是你的命 去吧 此地灵气如此充裕 看来 我留三练气有望 哈哈哈哈 这就是师父说的练气吗 果然耳聪目明 神气无比 卧槽 这也太快了吧 哈哈 这就是传说中练气的修为吗 这里果然是个好地方 我要在此地多多修炼 多多巩固 去村子里看看去 哥哥 你会对我负责的吗 当然了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Come on baby 哥哥 刚才是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啊 没看清楚啊 可能是一阵风吧 怪事 奇怪 他们在那边干什么 我去看看 哎呀 大伙 你们说这可怎么办啊 会不会去后山 你找了没 找了 我都找了快两天了 还是不见人 那会不会是出村子了呀 老太太年纪大 没准走错到了 没有啊 附近的几个村子我也都问了 都说没见过老太太 可丑死我了 这可咋办啊 这位相亲 发生什么事了 道长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咋没发现呢 对 小龙 你问问道长 道长神通广大 肯定能算得出来老太太去哪了 对对对 道长 麻烦您帮我算算 我家老太太到底去哪了 都两天没见到人了 哎 丑死我了多 这位居士 老太太不见了 什么时候的事 道长 是这样的 我家老太太今年七十多了 年纪大了 身子骨也不如从前了 我让他在家歇着他不干 非要去地理干活 前几天 我去城里买肥料 回来之后 老太太就不见了 我还以为窜门去了 没想到这都好几天了 也没见他回来 怎么找都找不到 可急死我了 小龙哥 你也别太担心了 让道长算算吧 道长神通广大 也诸今都被他抓住了 一定能找到的 居士 我看你神色不太对 应该是预感到了什么 你说说 最近遇到过什么 反常的事情吗 反常的事情 我想想 哎呀 还真有 道长 就是这几天 我一直都重复着 做同一个梦 不知道这算不算反常 你说说看 就是我这几天做梦 总是梦到我去井里面打水 奇怪的是 我打水的时候 总能听到老太太 在后面叫我的名字 每次我回过头之后 就会看到一个怪人 怪人的体型很像老太太 但她的脸是平淡 没有五官 看上去很可怕 我被那个梦下醒过好几次 一连几天 睡觉都不踏实 道长 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龙居士 你梦中的井水 是清水 浑水 还是血水 是浑水 这个我记得 特别浑浊 那就是了 清水煮急 浑水煮丧 血水为凶 哎 老太太恐怕不在人世了 不过并不是被人所害 井主家 老太太离家并不远 你梦中见到的人影 很像老太太 却没有五官 这说明 老太太的位置 很难被人发现 对了 龙居士 梦中还有什么 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吗 比如动物 植物 家具什么的 有一堵墙 还有一个石头墩子 我记得 那个人影就站在石头墩子下面 背靠着墙 有石有墙 证明经常有人走动 不是路边就是河边 还看不到脸 说明脸是朝下的 井里有水 此地西南方向 刚好有一条小河 道长 你的意思是老太太 不错 我们也去看看呗 我也去 龙居士 朝着湖面磕挤个头吧 白鱼跳水传清恩 报事掘别人水吞 不让儿孙贫困去 但愿进城不扰人 无量天尊 道长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啊 我已经知道老太太在哪里了 只是 她的遗愿是不想让你们找到她 我说道长 你不会是不知道 所以才随便编了个瞎话猛人吧 别瞎扯 道长不会乱说的 据是 老太太确实有这个想法 不想让你们找到她 不过 人死灯灭 真正的决定权还在你手中 所以 究竟是尊重她的遗愿 还是有其他想法 你自己决定 道长 求你帮我找到老太太 你一定要帮我找到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 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既然如此 那局势 你找几个人打捞吧 从刚刚于跳水的地方 谢谢大师了 我这就喊人去 我说小金 老太太真的在河里吗 我反正不太相信 你不信就不信吧 反正安心 道长真的是一位得到高人 只是很多事情 你不知道罢了 俺也不跟你废话 你看着就行 老太太再不再河里 一会就知道了 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小龙啊 你也别太难过了 不对啊 你们没发现事情不对劲吗 老太太为什么身上 绑了一个石头啊 这会不会是谋杀啊 对啊 道长 我觉得小胡说的 也有点道理 老太太身上 为什么会捆住一个石头呢 无量天尊 两位居士 既然我能算出老太太的位置 自然也是算到了她的死因 所以老太太是自己投河的 道长 你能不能告诉我 老太太为什么要想不开自杀啊 我家从来没虐待过老太太啊 找找吧 老太太身上应该有遗书之类的东西 这还真的有东西啊 尔啊 当你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 娘可能早就死了 但是娘希望你永远也看不到这份遗书 前几天你去城里买种子的时候 娘就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 后来我去镇子上 医院体检了一下 医生说 我是肝癌晚期 妈妈不想拖累你啊 所以我选择放弃治疗 因为不想让你有更多负担 你还没娶媳妇呢 一旦我住院 那这个家基本上就算完了 至于抱着石头头壶自杀 就是因为不想让人发现 娘怕你花冤枉前了 等自己的尸体腐烂了 万一哪天被发现 随意处理就行 这 道长 现在怎么弄 这位居士悲伤过度 晕过去了 哎 小金 你和这位胡居士帮忙照顾一下 金大爷 老太太的尸体放在这也不太妥当 麻烦你去村子里找几个人过来 把老太太的尸体送家里吧 等这位居士醒了之后 再问问他怎么处理吧 人死如灯灭 早日让老太太入土为安吧 好好好 我这就去 道长 您这一手可真的是太神奇了 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现在你的事情 在我们村子里都传遍了 大家都觉得你是世外高人 无量天尊 金居士 听到在这里讨扰许久了 也是时候离开了 再次感谢居士的招待 我这里有一张符 就送给居士了 居士随身收好 可以驱灾避险 道长 您 您是要走了吗 不错 听到在此地已经感应不到气急了 所以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那 道长 以后我怎么找你啊 居士 咱们因缘而聚 也会因缘而别 等缘分到了 你我自会相见 告辞了 人呢 怎么和一阵风一样就没了 这也太神了吧 这张符看来也很厉害 我要贴身收好 以后当作传家之宝 好你这头猪 让你在村子里巡逻当保安 你却跑玉米地里睡觉 看来你的道行还要再被吸走20年 原来是道长啊 道长 我正在工作呢 你打我干啥啊 你这头懒猪 跑玉米地里巡逻啊 除了你 还有谁偷玉米啊 冤枉啊道长 是 是村民们让我来手玉米地的 大家说 我喜欢吃玉米 就让我饿了吃几根 我可没偷懒啊 也罢 这也是你命中注定的事 平道告诉你 抽走你的修为 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能在此地 忽悠一方百姓 这份功德之力 便能抵消 道时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你且好生看护 道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要离开这里了 无量天尊 不错 平道的契机已经不在此地 不过虽然我不在这里 但你切不可还像之前那样为非作胆 知道吗 啊 那道长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走啊 我也想去外面闯荡一方 拜托 你是一头猪妖啊 你跟我出去别人会怎么看 那会造成社会恐慌的 等你以后化醒了 如果缘分使然 你我会有再见之日的 走了小猪 好生必有此地村民 此地还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若不是契机不在此处 定要在此修行一段时间 如今我练起有成 可以去问问三玄门的事 此时还应在之前下山遇到的三位道友身上 也不知道当时教给他们的项面之数学得怎么样 两位师弟 天色也不早了 你们收拾好了没 咱们得下班回去了 正好今天挣了五百块 老二 你去前面药房给师傅买几贴预防流感的药物 听说最近新冠二次感染还挺危险的 师傅师娘年纪大了 可别着了道了 好 那我现在就去 你们去前面等我 我买完了 立马就回来 走吧老三 我们走慢一点 等等老二 老大你说师傅师娘 有没有私房钱啊 如果有私房钱的话 咱们借一点 然后去镇子上开个店 我感觉生意会好很多 也更正规一点 不然天天在街边摆摊 总有一种不入流的感觉 也赚不到几个钱 还不如进场打螺丝呢 我听说有个什么码什么克的老外 在上海开了一家工厂 工资还挺高的 一个月有五千多呢 老二 你说这个我也看到过 但师傅师娘还在 我们如果去外面打工了 谁照顾他们呢 再说了 咱们生意不好的主要原因 不还是因为你们不屑无数吗 之前刘三道友叫我们的相面之术 我看你也不看 整天就知道捧着本金平没看 那玩意看多了有什么用 老三 你可千万别跟老二学 这家伙已经坏菜了 咱们要是能有刘三道友那样的能力 还愁赚不到钱吗 老大 你整天就留三留三 我跟你们说句真心话 我真的是过够了这样的日子了 整天除了摆摊算命 就是摆摊算命 难道我们的人生就一直这样吗 那和一条咸鱼又有什么区别 我想了很久了 我不想再摆摊了 我也不想学什么算命了 我也很感谢师父师娘 他们把我们养大的 但是我想去打工去赚钱 而不是学什么算命 老大 你知道别人在背后都是 怎么说我们的吗 都说我们是神棍 都说我们是骗子 我真的 我想通了 从此以后 我不再是一个道士了 我要去打工赚钱 不管做什么 总比在天桥摆摊好吧 我就不上山了 老大 老三 我们一起去打工吧 这样还能多赚一点 放肆 老二 你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留三道友的相面之术 并不是骗人的 道法和道数也不是骗人的 这些都是真的 你现在居然怀疑他们是真是假 老二 你这么多年的道数都白学了 老大 你是我的老大 我一直都很尊重你 但我也想你尊重我一次 我已经决定好了 我要去打工 而不是做个破算命的 我走了 等我赚钱了 再回来找你们 老大 我也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我想和二哥一起去打工 做到事 真的没前途 等我和二哥发展好了 回报答师父师娘的 二哥 等等我 我和你一起 老二老三 你 你们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